南海仁岸暗杀十七号的中非冲突 大陆官方在释出最新画面 向菲律宾船只喷射水炮 事实上仁岸暗杀离菲律宾巴拉旺岛只有两百公里 马尼拉当局也咽不下这口气 事后再加码发布照片 包括船员手机被折断 船上了仪表板遭破坏 橡皮艇也被刺破 证实大陆海警强行登船大肆攻击 尽管北京称是非方先挑起争端 但前一天非方就有公开双方当时对峙画面 包括大陆海警不断挥棒和斧头 造成至少八名菲律宾人员受伤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上个月才划红线 不少专家也认为大陆这次几乎就是战争行为 因此可能会触发美非条约 把美国拖进南海战争 不过非国军方表示他们已经很克制了 没有进一步行动 那海紧张情势升温之际 既前一天美国国务卿批评大陆 日本自卫队如今也公开挺飞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